有一個很特別的感覺 吸引金牛男 然後就會喜歡 內在大於外在 然後到後面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就 然後那個車子就一直震 一直震一直震 你好 你好 好 大家好 我是金牛座 手下會看網友的第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是一個迷思 很多人都會說金牛座很愛錢 但是其實我覺得金牛座 在對於自己喜歡的事情 跟自己喜歡的人 很捨得花那個錢 都是非常會的東西 蠻會追求物質享受的 會追求生活品質 蠟燭 蠟燭 為什麼買蠟燭 生活品質 香氛蠟燭 啊 香氛 像是香 香氛哪裡 對對對 蠟燭 蠟燭 對不起 B 好 如果金牛奶 喜歡一個人 會有這種品質嗎 喜歡一個人的話 不會那麼容易 讓那個人發覺出來 會有點像暗戀的感覺 以前學生時期的時候 然後有一次下雨 他就撐著傘 我就在後面 遠遠的地方 我就一直看 一直看 然後我心裡 就很多小劇場覺得 為什麼 為什麼喜歡一個人 那麼難 等很久喔 嗯 大概五分鐘吧 大概一兩個月 大概一兩個月 然後後來覺得自己沒機會了 那就算了 因為金牛奶很會觀察 然後觀察到後面發現 可能 沒有什麼新奇的東西的時候 然後又沒有在一起 我覺得就可能會尋找另外一個對象 或是 就會 那個感情就會放下來 這是不是也算是一種精打戲 覺得好像沒有投資到成績 然後換下一個 欸 你這麼說 好像是欸 所以金牛說我真的蠻精打戲算的 不是只有對於金姐 我覺得有才華會很吸引金牛奶 當認識久了以後發現 這個人怎麼那麼會鋼琴 這個人怎麼那麼會設計 這個人怎麼那麼會唱歌 有一個很特別的感覺 吸引金牛奶 然後就會喜歡 內在大於外在 地雷喔 雖然知道金牛奶的脾氣很好 但是 絕對不要把它逼到死角 生氣的時候其實 他會把這些情緒隱藏起來 吵架的時候 一直火上加油 火上加油 有一次 我知道一吵架覺得安靜不講話 自己想要一個安靜的空間 那時候我在開車 他就一直講 一直講 一直逼我講話 你講話 你講話 為什麼不講話 然後一直講話 然後到後面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就 那時候剛好有一個轉彎 然後我在那個 他那個紅燈 前面紅綠燈 紅燈變綠燈的時候 馬上 吹油門吹到底 我這個油門踩到底 然後來個右轉 右轉就是大右轉 然後完全沒有踩煞車 然後一轉過去 所以我煞車是狂踩 就是一直壓到底 一直壓到底 因為太氣了 所以就一直發洩在那個油門身上 然後那個車子就是震 一直震一直震 然後旁邊的人就看到 就嚇到這個 到底怎麼了 是車子故障嗎 還是什麼 然後我就趕快 然後我老婆超級緊張 後來就趕快 停到路邊 然後我一開門 一摔門 就走 就走 然後去找一個小角落 讓自己安靜 就已經在自己 處理自己的情緒 在壓抑了 然後你還一直逼他講話 然後被開槓 那時候剛好 那個時候是晚上 下雨的時候 有點 對 對 我覺得這個真的超難拒絕的 看到他那個樣子 就說 拜託拜託 幫忙一下很快很快 拜託拜託 下次請你吃飯 我就沒辦法拒絕 我想拒絕 但是沒辦法拒絕 拿到感情上的動作 又有一種拒絕 幫你 拒絕讓他保持那種 還沒有關係啊 我沒有那麼喜歡 但是我也說不出口 沒有辦法 就沒有辦法 那麼堅定的跟他說 我不喜歡你 然後 可能 就像你說的 會一直維持那個 表面上的曖昧 然後等待 下一個目標出現 我喜歡上別人的時候 我才會說 對不起 我已經有喜歡的人 然後 消失 對 你會跟你男生 已經有做過一點心嗎 但是也是有可能啦 如果金流男 對一個很喜歡的女生 會很捨得 可能從吃飯上面啊 我會請她 可能從出去玩上面 我也會 幫忙付錢 那我們等一下結合說 那個金流男是 不喜歡 嗯 嗯 我不會幫一個 我沒那麼喜歡的人 不可能 不可能 會對自己喜歡的人 付上一些金錢的代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是那個雙口味 一邊是潤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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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吃的很多美食 吃的喔 對 我就用Google打開來 然後去看哪邊有好吃的美食 然後就記錄下來 然後跟朋友一起經過那個地方的時候 我就說 欸欸欸 附近那一家有好吃的 我帶你去吃 那這附近你找的嗎 呃這附近 圓環鼎你知道嗎 他吃拉堅配五肉飯 經濟又實惠 而且非常好吃 他開了好久 應該有吃幾年了吧 真的真的真的 一定要去吃 北一的無心商圈 很有名很好吃 嗯 謝謝對不對 那你可以有一句話來請牛隻牛做嗎 深不可測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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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